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弟兄姐妹你知道吗 最近我一直在思考人生 为什么 因为可能是在交ID的关系 因为在ID一直在讲 你的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在少年我们一直在聊 你的人生的梦想是什么 你要认识自己是谁 然后呢 当我在思考这些的时候 我心中就浮现很多 很难回答的问题 非常难回答 然后 我也想要在这里问问大家 这些很难回答的问题 可能我问了大家过后 我自己也没有什么很完全的答案 但是不过如果你愿意的话 让我们来思考 一些人生中很难 比较难的问题 我们面对什么样问题呢 第一个问题 你会不会感觉到自己需要装一个样子出来 你会不会感觉到你好像要装一个样子 例如说如果你是父母 你是父亲 你是母亲 你要装到你好像是一个很好的父亲 很好的母亲 或者你要装到好像你很会 其实你不会 其实你不确定 但是你要有一个很会的 pattern 我是一个父亲 我是一个母亲 或者是你来到教会的时候 你要装一个样子 本来你很可能心情不是很好 可是你要提起你的眉毛起来 你要笑 你要做一个很喜乐的基督徒 因为基督徒应该就是喜乐吗 难不成我来到这边要让人家看到 其实我信耶稣 信到很痛苦 其实我信耶稣 信到有很多疑问 我不可以让人家知道 我要假装 或者你是老板 你是什么人都好 你都要装着一个样子 哇 让人看得出 你好像就是那个人 你们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吗 会吗 还是你们都在装 你现在就在装这一个 嗯 我很认真听到的样子 其实 没有啦 我相信大家都是很认真的 或者你会不会感觉 你会不会感觉到美好 常常来到教会 我们会讲 哇 未来很美好 对不对 我们会讲到很多盼望 上帝给你很多喜乐 哇 你的未来是可以被翻转的 有的时候你听啊 听啊 听啊 你 你的 你好像越听越无感 会感觉到好像 到底美好是什么 美好好像是一个泡影这样 好像 不是那么的明确 我们相信我们是独特的 上帝造你是独特的 你有你特别的梦想 你有你特别的使命 你要改变这个世界 而且你一直被说服说 你应该要改变这个世界 当你在想着这个图像的时候 哇 我应该要很好 我应该要改变这个世界 我应该要这样这样这样的时候 然后突然间你回到家 你就看 一堆碗水没有洗 又放在那里 你在你的房间的时候 你看到哇 我的衣服 我明天要穿我今天要忘记洗 你打开冰箱的时候 哎哟 我要喝的牛奶忘记买 你就发现到这些很琐碎的事情 会让你感觉到 那个美好和现在这个琐碎的事情 好像差很远很远 好像不搭掉 你感觉到很厌烦 你觉得什么叫做美好 什么叫做梦想 什么叫做使命 你转头一看 哎哟 功课一大堆要做 不要再跟我讲梦想了 一直悲念 还要去补习等等 等等 你开始感觉到厌烦 你觉得 这些平凡的琐事 这些小事 在阻止我去做更大 更美好的事情 什么是美好 好像看不到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看不到 会吗 你会有这种感受吗 或者是你感觉你自己太平凡 我太平凡了 你会感觉到你很讨厌你自己 你心里面会有一个声音告诉你 You are nobody 你不是谁 你不要以为你是谁 Who are you 你不要以为你是谁 你站在这边你就很厉害吗 你讲这句话你就很厉害吗 你看到别人好像都是比你过得好 别人也是无名小竹 但是他这个无名小竹 比我这个无名小竹有名一点点 为什么这样呢 别人好像是somebody but我是nobody 我这么努力去突破我自己 但是我认真看看的时候 我还是我 我还是那个我 你会有这种问题吗 你会来到教会信主 你会有没有这种感受呢 当我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也没有很好的答案 有时候站在你面前的这位传道人 我在教会已经一年 刚好一年一年多 有的时候我也会在想 传道人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要做一个传道人的样子 做的时候要做直一点 对吗 有的时候在我的office 可能在按手机的时候 一个人进来 好像传道不应该是按手机 应该是在里面祷告 还是怎么样 传道的样子应该是一个 怎么样的样子 我也会在想 我像不像一个传道 或者当我在预备ID课程 有蛮多人参加ID课程的时候 ID课程 你知道在我预备的时候 我也会有一种 我也会有一种疑惑 会觉得我预备预备预备 会不会到最后他们找不到梦想 会不会他们找不到他们的意象 我真的可以改变他们的生命吗 真的可以改变他们的世界吗 我也会想我这么频繁 这么软弱 有的时候忙起来忘记祷告 可能没有读经 我这么软弱 我到底几时 才可以成为我所想象的我呢 或许你也是这样 你也在想我到底几时 才能够成为那一个我所想象的我呢 如果你跟我一样 我们今天花一些时间来想这个问题 在平凡的生活里面 我们怎样 能够过得更好 我们怎样能够 真的是靠着上帝的话 靠着神的圣灵 让我们平凡的人生 真的是越来越好 越来越美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父啊 主啊 我愿你在这里提醒我 也提醒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 我们自己真的没有什么好的 我们真的很平凡 我们很多时候也很疑惑 到底那美好的生活几时会来到 但是父啊 我愿你抓住我们的心 就我们带着这个疑惑 带着这种感受来到你的面前来的时候 我们真是俯复的 谦卑的来寻求你 求你在今天 求你透过你的话 更是主啊 你圣灵在这里的运行 你赐给我们智慧 带领我们更新 帮助我们改变 是的 父 求你亲自的带领我们 感谢你 赞美你 奉我主耶稣 宝贵的名祷告 我们一起说阿们 是的 感谢主 是的 神要在我们平凡的生活里面 给予我们智慧 智慧是什么呢 智慧很多的时候就是一个的选择 有智慧的人 你会发现他好像在生命当中很会选 他常常做很好的决定 你会说他是有智慧的 包括你在跟他聊天的时候 他在选 他要用什么词来回答你 他要用什么表情来看你 你会感觉他是有智慧的 那如果我们谈到智慧 我们就要来看真言 真言有很多很智慧的话语 教导我们选择 像在真言第16章32节 我们一起来念 不轻易动怒的 胜过勇士 克服起心的 胜过把成功取的人 那他就做一个对比 什么东西比什么东西还好 什么东西胜过什么东西 如果像这样子的经文呢 这里就告诉我们忍耐 因为他说不轻易动怒嘛 你可以克服你自己 忍耐是好过武力的 是好过power 是好过强势的 这个是真言告诉我们的 那在平凡里面呢 其实真言也是告诉我们怎么选择 我们来看这个 真言十二章九节 我们一起来读 一二三 被人轻看 是的 这里就讲到两种不太好的情况 其实有两个人 两个人的情况其实都不太好 那是怎么样呢 第一个人他是一个看起来 比较是有点笨的啦 我相信 有点傻 不是很帅 不是很酷 不是很美 就是那种 可是你看了就是觉得有点看不起他的 OK 但是啊 但是 他有 他有仆人 意思是说什么呢 他有 他有钱啊 他家里有东西 他有钱 证明他可以工作 他可以养活他的家庭 OK 这个是第一个人 他是傻傻 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 但是他有钱 他有仆人 然后另外一边呢 这个人呢 另外一个人就是自尊自大的人 这个人是怎么样 他看起来很OK 他看起来很聪明 很帅 很漂亮 很得体 哇 看起来是一个尊贵的人 但是呢 他却没有食物吃 意思是说他没有啦 他没有钱 他没有钱 圣经说哪一个比较好呢 那一个被轻看的人 是比较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重点不是你看起来有没有 重点是你真的有没有 你真的有没有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 来我们一起读那个红色的 一而三 平凡有东西 好过不凡没东西 你平凡有东西 好过你不凡 你好像很厉害很有 但是呢 其实你没有 圣经说 在这两个对比里面 那一个平凡的是比较好的 那个平凡的是比较好的 你知道吗 在我年少的时候 在我少年时期 很喜欢打篮球 我从以前就很喜欢打篮球 那在我高中的时候 我就跟一群朋友 一群女生 我们很喜欢去 我们在新加坡读书 放学 晚上我们就去打球 我们就随便去 有人的地方我们就去打 后来我们打打打 我们就认识了一群男生 OK 然后那群男生每次在那边打 然后我们也每次去那边打 就打打打打打打 就认识了 然后呢 那群男生里面呢 有一个男的打球很厉害 我记得他的样子 然后呢 他也很帅 然后他是马来西亚人 那群男生都是马来西亚人 然后那个时候呢 我们就打打打打打打 后来呢 我的朋友里面就有个女生 就开始慢慢的 跟这个很帅的男生 越来越好 你就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对不对 然后那个男生怎么样呢 他就常常告诉我的朋友呢 就一直跟他说很多甜言蜜语 然后就跟他讲 懂吗 我是马来西亚人 所以我马来西亚哦 我有屋子 我有车子 以后你来马来西亚呢 我可以带你去玩 可以来我家玩 等等等等 可是很奇怪 他没有手机 所以每次呢 他都是用公共电话 以前哦 他用公共电话来找我的朋友 然后他就每一天 对我的朋友很好 陪他一起吃饭 然后就 我跟他 可是我的朋友 一直感觉很奇怪 因为他一直讲 他有这个 有那个 可是从来哦 没有看过 那辆车也没有看过 电话 都没有很奇怪 但是呢 他是对我的朋友 非常非常的好 好到差不多 差不多要在一起了 然后我的朋友就觉得 好了 有一点心动 高中啊 十多岁 有点心动 又帅 打人球又厉害 哇 又很厉害讲话 然后突然间哦 差不多到他在一起的时候 那一群男孩子的朋友当中的 另外一个男孩子 我觉得是可能有点良心发现啊 男生 你们一 gang一 gang 有的时候要帮一下 brother 但是哇他不可以 他受不了 他就来跟我朋友讲 他想其实哦 那个人哦 是骗你的啦 他没有这些东西的 而且哦 他已经有女朋友了 哇 然后他的女朋友收住他的电话 因为他知道他会出去乱乱怎么样 然后他有的东西全部都是他女朋友的 哇 我跟我朋友杀掉 我朋友杀掉 然后朋友跟我讲我也杀掉 然后我们就半信半疑 然后他就跟我讲 你不相信你去那个某某的shopping center那边 你去那边看 他的女朋友在那边做工 然后我还陪我朋友去那边看 等放工 真的 那个男的来接他放工 哇 弟兄姐妹 这么帅这么帅 但是 没有 没有品格 没有料 平凡是ok的 但是呢怎么样 圣经告诉我们 你平凡是ok的 但是你要有料 要有料 对吗 你要有东西 你要有料 你要有仆人 你要有 你要真的有 你不要讲而已 平凡 ok 但是要有料 但是要有什么料咧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 我们都很平凡哦 这里 如果你是比较不平凡的 就不好意思啊 你忍耐一下 我们讲一些比较平凡的东西 我们要回家要洗碗 要抹地 我们很平凡 ok我们没有仆人 但是我们要有什么料 那你看见这个使徒行传 我们刚才谢谢孔传道 为我们来念的这段经文 我们也一起来念好吗 使徒行传四章十三到二十二节 慢慢的来念哦 弟兄姐妹一二三 说 对这些人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因为有一件人所共知的神迹 借着他们行了出来 所有住在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 我们也无法否认 为了避免这事在民间越传越广 我们应该警告他们 不许再奉证明向任何人谈道 于是叫他们来 严禁他们 再奉耶稣的名讲论 彼得和约翰回答 听从你们过于听从神 在神面前 对不对 你们自己说吧 我们看见的 听见的 不能不说 众人因这所发生的事 都送赞神 于是公义会为了群众的缘故 也因为找不到借口惩罚他们 就恐吓一番把他们放了 借着神医好的那人 有四十多岁了 在这段经文里面 你会发现有两个人 这两个人是彼得和约翰 圣经形容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呢 没有学问的平民 没有学问的平民 意思就是说是非常非常平凡的人 他们是非常平凡的人 你知道在原文 这个平民是什么字吗 来给你们看 在原文这个平民叫做 Idiotes Idiotes Outsider Idiotes 有些人笑笑 很像你懂了 他们是什么 他们是一个好像外居人 好像是做出工的人 他们好像是不熟悉的人 他们是很低级有点 你知道英文字 有一个字是从Idiotes来的 叫做Idiot 听过吗 你现在讲Idiot就是在骂人 你讲Idiot就是在骂人 白痴 很笨 就是从这边来的 不要今天学到一个新的英文字 回去学校用 不要乱乱学 现在不可以乱讲这个字 但是在以前Idiotes 在讲的是很平凡 没有学问的人 彼得和约翰真的是一个很Idiotes 的一群人 耶稣的门徒是很平凡的人 他们是做什么的 做渔夫的 打鱼的 刚刚听说有人喜欢去钓鱼 钓鱼是很多学问的 但是做渔夫我不知道也应该有学问 不过就是很草根 不是看书的那一种 就是用手艺 很平凡很平凡就来赚钱 看起来傻傻笨笨的 也确实你在圣经里面 你看到约翰和彼得 是傻傻笨笨的 他们跟着耶稣 每天听不懂耶稣在讲什么的 耶稣跟他们在一起 我相信在平凡的日子里面 有的时候也是气到慢死的 约翰说什么 约翰说 耶稣以后如果你升天的时候 你做王的时候 不是升天 你做王的时候放我在你旁边 耶稣在讲什么 然后耶稣真的被生起来的时候 顶在十字架的时候 约翰在哪里 跑都不懂哪里去 Idiotes 平凡 对不对 彼得做什么 彼得说 如果每个人后退 我都不会后退 每个人打死我 我都不会不认你 结果呢 在旁边烧烤的 你是那个跟着耶稣 我不是了 不是了 跑掉 耶稣在被钉死架的时候 他在哪里 跑到无影无踪 这个就是Idiotes 非常非常的平凡 对我姐妹 但是呢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在这个平凡里面 你看到主耶稣基督的美好 我相信在彼得 约翰 这些门徒 跟耶稣在一起的 这三年里面 不会每一天都大风浪的吗 每一天大风浪 每一天 你知道 不是一直在 每一天在无饼二鱼 有的时候他们要走路 要聊天 坐下来吃饭 很多餐 一天要吃三餐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要吃很多 他们就聊聊聊 你会发现在这个平凡当中 主耶稣基督跟他们在一起 在平凡的日子里面 我们看得见爱 我们看得见那真实的爱 最近我看完一部戏 叫This is Us 有没有人看过啊 我发现很少人喜欢看美剧 大家都比较喜欢看韩剧 可是我喜欢看美国剧啊 最近我看完这一部剧 叫做This is Us 中文翻译就是 这就是我们 这就是我们 我为什么会知道这部戏 其实有一次我在线上听一个正道 美国的正道 然后那个牧师就讲这个This is Us 我就觉得哇 这么酷 连牧师都讲C 然后我也去看一下 结果我去看第一集的时候 我觉得很显耶这部戏 很闷 我看了第一部戏过后 第一集过后呢 我都不想看 就一直放着那里 放很久很久我才回去看 后来我才发现哇 这个This is Us 是在美国很红很红 在过去六年里面 获得30个奖项的一部戏 但是它很普通 它的背景是什么 它的整个戏环绕的 就是一个家庭 OK 就是一个家庭 然后这个家庭呢 就是这样很简单的 一个两个夫妇 怎样把三个孩子养大 然后这三个孩子呢 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呢 怎么样有挣扎 孩子跟孩子之间 孩子跟父母之间 哇 就是这样很普通的戏 但是为什么这部戏 这么受欢迎呢 因为这部戏拍摄的手法 就把平凡的人生 很巧妙的把一些东西 点缀出来 我看这部戏的时候 我很喜欢哦 我很喜欢它描述 那个母亲和那个女儿的那种互动 我跟你讲 你们不知道的 尤其是男生 你们不明白的 你知道母亲哦 跟女儿的关系是很特殊的 很奇怪的一个关系 明明很了解很爱 但是又很多的矛盾 这是母亲跟女儿的关系 你很爱很爱 可是你又很恨很恨 在那个戏里面呢 那个妈妈称赞那个女儿 讲哇 你唱歌很好听 那个女儿就很生气 因为她妈妈是歌手 所以她就很生气 你不要讲这种啦 假的 会吗 所以她在这个戏里面 她的那种描述 她的那种拍摄手法 哇 会让你感觉到很真实 很真实 有人评论这部戏 很真实的 把为人父母的整个经历拍摄出来 这是一部很真实的 呈现出父母 孩子 和手足之间的内心世界的一个戏 在戏里面的对话 就好像你在家里面的对话一样 它拍到非常的好 我很喜欢这部戏 后来我真的很爱这部戏 因为它就是描写 我们 This is us 所以说 弟兄姐妹 平凡是OK的 但是在平凡当中 你要经历那种 在平凡里面 所睡里面的那一种爱 那一种复杂里面的那一种爱 你就要有耶稣 平凡OK 你要有料 你的料是什么 你里面要有主耶稣基督 弟兄姐妹 人生的真面目到底是什么呢 难道不就是平凡吗 不就是每一天 在挣扎里面成长吗 每一天都在吵架 都在误解 每一天在失败当中 经历吗 每一天有小小的喜悦 小小的进步 小小的东西让你度过吗 而这些门徒 刚才我们讲的约翰 刚才我们讲的彼得 就是在每一天的经历里面 他们经历到 主耶稣基督真的爱他们 主耶稣基督 带领着他们走高高低低 风风雨雨 一起吃一起喝 在平凡的日子里面 主耶稣基督与他们同在 所以说弟兄姐妹 如果你感觉到你在平凡的生活里面 你很烦躁 我想问你的是 你知不知道 在你的琐碎当中 其实耶稣跟你在一起 耶稣不是只有在你的大风浪跟你在一起 耶稣在你看到那一堆要洗碗的 那一堆碗的时候 他也跟你在一起 在你做功课很烦躁的时候 他也在爱你 在你在洗尿布插屁股的时候 baby的屁股 不是 我在讲父母 插baby的屁股的时候 耶稣也跟你在一起 在你经历人生的高高低低 你很烂的时候 你很不振作的时候 主耶稣基督跟你在一起 耶稣爱平凡的你 弟兄姐妹跟旁边说 耶稣爱平凡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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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耶稣爱 idiotes 的彼得 还有约翰 但是在经文里面 我们很稀奇的是 你看 这两个非常没有学问的平民 他们让人感觉到惊奇 在那个时候 他们让旁边的人感觉到很惊奇 很惊讶 正是因为他们很平凡 怎么能够做出这件事情呢 他们怎么能够讲到 让这么多人相信呢 他们怎么能够医治这个 40年生来就瘸腿的人呢 哇 让人感觉到惊奇 而且旁边的人是有学问的 他们是那种宗教的老师 是那种社会有地位的人 他们怎么样 没有话可辩驳 没有话可以讲 然后这两个呢 很普通的人呢 就怎么样 还去骂别人 还去讲别人说 你们自己听 你们自己讲的话 对不对 你自己想 哇 没有学问的人 跟有学问的人讲 你自己听 你自己讲的话 对不对 你自己想一下 哇 然后他们就说什么呢 我们所看见的 听见的 不能不说 为什么呢 为什么这样平凡的人生 或者说这么平凡的人 他们可以做出这么惊奇的动作 或者是说 他们甚至好像忘记自己是没有学问的人 可以讲出这样子的话呢 我最近有个大发现 我发现什么 我发现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信耶稣过后 生命一直没有改变 我发现有一个点 好像卡着一样 好像信耶稣过后 就卡住 你信耶稣是一个转捩点 可是你那个转捩点过了 你好像一直卡住 我就发现一个东西 很多人就怎么样 他们认为 很多人就觉得 哇 我信耶稣了 就是结束 就是ok了 就是on了 就是hose了 ok steady 我已经上天堂了 我已经拿到那个 进天国的passport了 就ok了 settle 然后我继续做别的事情 但是弟兄姐妹 我知道有蛮多人 教会有好几个 慢慢好像转国籍了 是吗 从马来西亚公民 转去新加坡公民 可能因为一些生活上的需要 一些安排 是不是 那你知道你转公民的时候 我 我听说的啦 我没有转公民 但是我听说转公民是这样 你不是只是去拿一个passport而已 你要学什么 你好像要学唱他的国歌 是吗 然后你好像要背他的那个 pledge we the citizens of Singapore 你好像 好像你要经历一些东西 而且不止这样 难道你拿那个passport 如果你成为新加坡公民 你就是新加坡公民 是啦 但是你还要学很多嘛 你要学他的system 什么是cpf啊 什么是medicill啊 什么是casual啊 几年几年 现在不很多这种东西 几年几年要买什么保险 什么保险 你要在这个东西 你要一直去学习他的system 过后 你才好像真的融入在 新加坡的国土里面 弟兄姐妹 你认识主耶稣基督 信主过后 是的 你拿到了那个passport 但是呢 你真的是属于天国的人了吗 还是你拿着那个passport 好像你在陌生的地方一样呢 因为信主耶稣过后 是的 你拿到那个passport 可是那个passport 只是刚刚开始而已 当你踏入天国的生活的时候 当你踏入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的生活的时候 你要开始学习那个system 你要学习开始明白 到底耶稣在教的是什么 而这个过程叫做成圣的过程 或者是说我们要跟圣灵来学习 所以说当你信主耶稣过后呢 过后你要领受圣灵 这也是为什么这些门徒 耶稣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他都听没有 有听没有懂 抓不到那个球 catch no ball 耶稣丢很多球 他抓不到 可是耶稣不在了过后 他们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呢 因为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 这是耶稣在升天之前对他们说的 我们一起来念 一二三 可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领受能力 并且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 撒玛利亚 直到地极 做我的见证人 圣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 他们就开始学习 开始领悟 开始明白了 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他们开始充满能力 在平凡的人生里面 做出不平凡的事情 当彼得 约翰 要去对这些 长辈 或者这些 在宗教里面是老师的人 去跟他们说话的时候 你有发现吗 在《使徒信》 应该四章八节的时候 彼得被圣灵充满 彼得被圣灵充满 然后他就对着这些长老 这些领袖说 你看 站在这里这个人 他瘸腿 他医好了 是因为耶稣的名 是因为主耶稣基督 神使耶稣基督 从死人中复活 所以弟兄姐妹 就我们如门徒一样 我们很平凡 平凡是OK的 但你要有圣灵 你要有料 那个料是圣灵 跟旁边人说 平凡OK的 要有圣灵 当我们有圣灵的时候 就像门徒一样 他们开始真正认识神 他们开始明白 耶稣之前到底在讲什么 当你有圣灵的时候 你在看圣经的时候 你突然间眼前一亮 你会明白 哦 原来是这样 我在经历的 原来是这样 当你领受圣灵 圣灵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开始有勇气 面对你每一天的琐碎事 你知道吗 要站在台上 带领敬拜 有多少的琐碎事啊 要找谱 然后 如果要改音 要一粒一粒改 一个一个写歌 然后呢 要谈谈谈 要找 每一粒音 找找找 这些都是很琐碎的事 你要做很多很琐碎的事 你才可以完成一个 一场敬拜 跟我们每天的生活一样 我们要做很多很小的琐碎的事情 可是圣灵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就有勇气去面对 你知道吗 我看一本书它说什么 其实哦 你要去到非洲宣教比较容易 还是在你家里面 好好过一个基督徒生活 彰显基督的生命哪个比较容易 好像是去非洲那里 挖井比较容易 因为你在家更难 因为你每一天 你每一天 但是当我们有圣灵跟我们在一起 我们就能够有勇气去面对 我们平凡所带来的琐碎 而圣灵 能够使我们得到满足和平安 满足于你是谁 满足于你的平凡 你知道吗 其实人生有一个顺序 是神所要教导我们的 人生有一个顺序 其实是这样的 一开始的时候 第一步你要做的 其实你要成为一个接受者 你要成为一个接受者 从神而来 上帝给你救赎 给你恩典 上帝爱你 保护你 上帝承认你 就算你很平凡 无所谓 上帝已经给你那个价值 你要做的工作 只是伸手领受 接受这恩典 OK 这个是第一步 那第二步呢 当你领受过后 你就开始走那个成圣的过程 刚才我讲成圣 就是你越来越像基督 而这个时候 圣灵就跟你在一起 你就走这个成圣的过程 在这个成圣的过程里面 你是接受者 你也是给予者 你怎么给予 因为你要结果子嘛 你要服事嘛 你要做好的事情 让旁边人得到祝福嘛 旁边人做好的事情 也祝福你嘛 所以你就一直在进行这样子的工作 那最后呢 有一个自然的结果 那个自然的结果就是 神得到荣耀 你旁边的人得到祝福 然后你会得到大大的满足 那我为什么会讲这个呢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 我刚才讲很多次 平凡是OK的 对不对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会觉得平凡是不OK的 平凡是不OK的 我一定要be extraordinary 英文平凡叫ordinary 不平凡叫extraordinary 其实应该叫超级平凡 但是其实 不懂为什么 它就变成不平凡 我们会认为我们要不平凡 我会认为我们要靠我们的努力 我们要真的有更宏伟的梦想 弟兄姐妹 你知道吗 当你这样子的时候 你这个flow of life 就会倒转 当你倒转的时候 会变成怎么样 你不是领受 你一开始你不做接受者了 你知道吗 你做那个付出者 你靠行为 你说我不要不平凡 我要做得很好 我要做得很好 然后过后呢 当你这样子的时候 你在为的是你自己嘛 你说我要为我自己 我要努力 我要做得更好 我要怎么样 那当你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的时候 你没有在跟圣灵同工 最后的结果 神没有得到荣耀 旁边的人也没有得到祝福 然后你也不满足 你也很frustrated 你很讨厌你自己 因为你一直做不到 所以anytime you try too hard 当你 一直一直要 成为一个不平凡的人的时候 你倒转这个顺序 你就会伤害 所有的人 你也无法荣耀上帝 弟兄姐妹 平凡ok的 跟旁边说 平凡ok的 but you are not nobody 你不是nobody 跟旁边说 你不是nobody 你是somebody 你是somebody 你不是nobody 所以不要以为 平凡无奇的人 就是一个nobody 弟兄姐妹 你不用假装 一个样子 好像你很好 怎么样 你不用 你做一个平凡的你 你的人生很琐碎 就去做琐碎的小事吧 没有关系的 你很平凡 我也很平凡 ok 所以不要想象哦 我每一天都会 一直笑笑看着你 我也很平凡 有的时候笑不出 有的时候笑不出 有的时候也需要 别人问候一下 对不对 我也是很平凡 我们都是很平凡 但是我们不是nobody 弟兄姐妹 你知道对着这一群 很idiotic的 的门徒哦 耶稣有一次 跟他们 就这十二个人 讲了很长很长的一段话 耶稣教这十二个很 平凡无奇的 一群没有学问 其实明明也听不大懂 他在讲什么的人 在他面前 他就跟这一群门徒说 我要赐给你们全病 我要赐给你们能力 你们要去 你们要去传扬天国的信息 当你们去的时候 有些人会接待你 有些人会喜欢你 有些人会讨厌你 有些人会不接待你 甚至他们会拿 东西出来打你 他们要审问你 但是你们不用怕 虽然你们很平凡 但是神的灵要在你里面 教导你要说什么话 我在想彼得 约翰在说这句话 在对付这一群 宗教领袖说话的时候 他们有没有想起耶稣 已经跟他们说这句话 当你们被攻击的时候 不要怕 虽然你很平凡 但主的灵在你里面 他会自然教导你 你当说的话 耶稣继续跟这一群人说 你们不要怕 你们不要怕那些伤害你身体 却不伤害你灵魂的 你不要怕 你要怕的是 能够把你灵魂丢在 那地狱里的 那就是上帝 两只麻雀不是卖一个大钱吗 但如果天上的父不愿意 一只麻雀都不会掉在地上 你们每一个人的头发 天父上帝都数过 况且 你们比麻雀贵重得多 就算你很平凡 你的父 却认为你非常重要 然后耶稣继续说 最重要的是 平凡的门徒啊 你要懂得优先顺序 什么是重要 什么是不重要 什么是应该做 什么是不应该做 他说你们要搞清楚啊 那爱父母过于爱我的 不配做属我的 那爱儿女过于爱我的 不配做属我的 凡不背起十字架 来跟从我的 也不配做属我的 你故心你的生命 你就丧失你的生命 你愿意牺牲你的生命 你就得着生命 因为无论你做什么 你都要出于爱我 因为当你出于爱我 你的生命顺序就对了 你就得到满足了 你再平凡 也没有关系 耶稣讲讲讲了这么多 最后最后他来到后面的时候 他说什么 他说 无论谁 因为你 因为你这个很 idiotic的门徒 因为你们这些很平凡的人 只把一杯凉水 一杯白开水给那些微不足道的人 喝 我实在告诉你 那个人不是nobody 那个人是somebody 那个人要得到 他的奖赏 弟兄姐妹 因为 无论谁今天因为你这个很平凡的人 他被你一点点的东西影响 被你一个超级平凡的动作 拿一杯水 而且是一杯凉水 只要是因着主耶稣基督 为着神而做的 那就是有价值了 那就是一杯最止渴的白开水 只要你愿意为神而活 so what if你只是一杯白开水 弟兄姐妹 平凡是ok的 但是你的生命 要为主而活 你的生命的顺序要搞对 不要再为自己而活 而是为神而活 you are not nobody you are somebody who lives for christ 你不是没有人 你不是没有人 你不是无名小卒 你不是一文不止 你是一个为主而活的人 来我们念念一下我们的英文 念习一下 跟旁边说 you are not nobody you are somebody who lives for christ 是的 让我们用我们平凡的生命 来荣耀上帝 不要再因为自己太平凡 而觉得自卑 而觉得自己没有用 若我们被主分别为圣 一杯白开水 都是那最好喝的水